我们一开始去的地点是路径梅花路生态园区 这个地点很有意思 因为我在美国没有过这样的纪念 买票的时候也能选喂它们地瓜或者胡萝卜 这两个也是我最爱吃的干净类蔬菜 喂它们的时候很好玩可是有一点恐怖 因为它们就很饿 然后它们就会来跳在你身上或者就离你很近 这种路的名字是梅花路 英文是西哥迭 只有在东亚洲 最有名的是在日本 因为日本也有这样的公园 荷兰人在台湾的时候狩猎了很多这个梅花路 因为它们会把它们的毛皮卖成出口货 我们也吃了很纯正 这个地方很特别因为很古老 在历史也非常重要 是一百三十年前盖的在清朝时代 也是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叫海角七号拍摄的地方 恒春也是顺着风水盖的 恒春有个很有名的墙 这是清朝盖的因此除非日本人把墙破坏 它们没有办法来打恒春的人们 一共有多少个一间一间三百八十的 从高雄去肯定一定会经过恒春 所以有很多人们会来这边了解一下台湾的历史 也会在墙上看一下肯定的很美丽的风景 我们也去了肯定的树林游乐区 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好玩 因为树林里的树都长得有一点就奇怪 但是在一起就感觉非常非常酷 这个游乐区里有十回十洞穴 是神中如石 然后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在那个洞穴里 能看到就地上的树根 最后我们一起去了欧兰比灯塔 这个灯塔是台湾最喜欢西方的一部分 所以就很特别 然后这个灯塔也是清朝代盖的 以前这个灯塔非常重要 因为会让船看出来哪里有珊瑚礁 这个灯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跟甲乌战争的时候 两次都受了很大的伤 谢谢大家